这期继续讲玉石小子第五篇,大家连忙把戴有为搀扶到桌子上躺下,他个子小,刚好能放下。 孙老爷子的孙女连忙上前,大声说,我是医生,让我来看看。 众人赶忙让开,少傅翻开戴有为眼皮看了看,随后就翻戴有为的衣兜,他在找素孝就心淡。 果然,上衣口带了针友,他倒出了一把,也没数,直接掰开戴有为的嘴灌了进去。 戴有为的孙子在旁边手足无措,直勾勾地盯着爷爷,马上去叫救护车。 往后站,往后站,让病人呼吸点新鲜空气。 少傅大声喊道,张会长连忙和工作人员往外推人,这会儿可不管你是什么会长副会长了,再大的劳也不管用。 开始切石头的时候,楚天祥几个人没有过去凑热闹,不过都没有走的意思,就是想看看里头的团绿到底什么样。 等到轰的一声人群炸开的时候,才听到那边大喊说切垮了,皮肉不分。 楚天祥深深叹了口气,低下了头。 老谭看着楚天祥,心中一酸,突然,他起身叫陈正生,老陈,过来一下。 陈正生不知道什么事,狐疑地跟着老谭来到没人的地方,什么事还背着那两个人。 谭辉说,老陈,装傻充愣你最在行,一会儿你过去,花点小钱把那两块废料买过来,千万别给多了,省得他们起疑。 谭辉深沉地看着陈正生。 陈正生也是个人惊,他一琢磨,就明白了谭辉的意思,回了句,瞧好吧。 转身走了。 这时,那个解石高手已经把石头从机器上卸了下来,洗干净放在原来的货架上。 陈正生走到石头边,大声说道, 这么个破球石头值六千万,我得拉多少枚啊? 他故意用山西普通话说的。 嘖嘖,看看,皮肉不分,这是亏到姥姥家了,那个会长还没醒。 不会吧,亏就亏了呗,再把命搭理就不值了。 陈正生见带有为没醒,开始满嘴跑火车,胡说八道起来。 这是打了一辈子眼,临到老辈燕子叨了一大口啊,想想都疼,这石头看着就邪性,怎么就看上这块了。 陈正生拿个手垫在石头的切面来回哗啦,嘴里还不停地大声捣鼓。 TM的这石头还真是表里如一,外边啥样,里边就啥样,这么多高手怎么就看走眼了呢? 还真不如我这蛙没的。 喂,哪位小兄弟,剩下的石头你卖不卖? 我还没切过好几千万的石头,不行这两块破石头卖给我吧,让我过过瘾。 边上的人听到他在那里叙叙叨叨,没深没浅的话,都连忙离他远了一点,心想,这家伙口眉遮拦,别让人认为自己和他是一伙的。 这会儿听说他要买那两块废料,立马来了兴趣,有人起哄大声问,老板,你出多少钱? 这玩意现在不值十万吧? 我出十万,给高点。 张会长认识陈正生,赶紧过去,劝说道,陈总,求您别添乱了,行性好,少说两句。 陈正生一点也不怕张会长,说,张会长,我就是想买这块废料玩玩,你去劝劝那个小孩,赶紧卖了, 要不这块石头只能拿回家铺院子了,怎么,嫌少啊,要不再给你加点?你看我们山西人多实在。 陈正生喊道,张会长没办法,只好走到年轻人身边说,小黛,趁着热乎劲,能卖就卖了,过后可能一分钱都卖不出去了。 带会长的孙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只是今天的突发事件让他有点蒙头,他一手握着爷爷的手,另一只手拿着一条毛巾给爷爷擦脸。 他回头鄙夷地看了陈正生一眼,心想,这人看着有四、五十岁了,怎么像个地痞无赖?满嘴喷粪。 小黛随口对张会长说,告诉他,二百万,同意就卖,不同意让他离我远点。 他是想出个离谱价格,吓跑那个无赖,省得他在那里胡咧咧。 张会长听了一愣,随即便明白了小黛的用意。 他大声对陈正生喊道,二百万,陈总,你还要吗? 一听二百万,陈胖子表现出满脸惊愕的表情,转身就走,可刚迈出两步。 就停了下来,想了一下,回头坏笑道,呵呵,吓唬我,你这个小兄弟不厚道啊,瞧不起我们挖煤的。 他随后从裤都拿出七八张银行卡,像手拿扑克牌似的来回摆弄着,说,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山西梅老板的气度。 他没看银行卡,随手抽出一张,对张会长说,张会长,刷卡,不就两百万,洒洒水了。 最后一句学的是广东话,但语调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大会长的孙子有心拒绝,但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好改口。 好多人看不惯陈正生一副财大气粗暴发户的样子,七嘴八舌地对张会长说,张会长,刷卡,刷卡。 这时,一群救护人员拿着担架走了进来,众人又是一阵忙活,赶紧把大会长抬上担架,急冲冲地走了,有些跟大会长有交情的人也跟着去了医院。 陈正生输完密码,石头就归他了,就这样,他还碎嘴说,我这个人就是仗义,两百万买了个破石头,就当扶贫了,回去告诉工人多挖点煤,补补损失。 周围的人恨不能打他一顿,这个人太讨厌了。 陈正生问,这块就不用切了吧。 他是真不想在这里切,但怕惹起众奴,所以问了一句。 张会长和众人一口同声,不行,大家都想看他切垮之后的洋相,绝对不会同意他把石头带走。 少傅没有跟着救护车走,他来到爷爷前说,爷爷,我们回去吧,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老人摇了摇头,他有点看不懂,他看见陈正生和戴东是一起的,戴东那么一个心思缜密。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绝对不会和陈正生这种市井无赖式的人物相交。 除非这个人现在的表现是装的,他装成这样干什么? 等到陈正生拿出卡片交给张会长的时候,老人有点明白了。 这群小子还没死心啊,到底把这块石头拿到手里了? 可是,现在已经切垮了,怎么他们还要买呢? 难道石头还有什么天大的秘密? 自己是没看出来,虽说前半生都搭在翡翠上了。 自己出身不好,靠着翡翠挣下巨大财富,这才得以回归家族。 自己主持家族多年,多元化发展,翡翠业务已经在家族业务中占很小一部分。 翡翠大王的称号还是四十多年前同仁的尊称。 这些年,自己身居剪出,不问世事。 要不是偶然机会看那本画册上的石头,自己才不会到这里来。 赌食的人都自信,包括自己。 但那几个小子凭什么认为,切垮的料子还值二百万? 老人抬起头对孙女说,去给我找点点心吃,是有点饿了。 作者有话说,终于十万字五十章了。 两万千约,但没流量,到十万字五十章编辑老师说会有一波流量。 写小说的不怕赞的,不怕骂的,就怕没人看。 陈正生有点没主意了,看来是必须切了。 他四处张望,唐辉就在外围站着,见陈正生在找人,他连忙往回走,来到楚天祥的身边。 低声说,不说话,只划线,显得随意一点。 带东正在开刀楚天祥,听唐辉这么说有点疑惑。 谭总又说,天祥,过去吧,那边,你陈叔等你划线。 楚天祥一头雾水地走了,唐辉解释道,我让老陈花了二百万又把石头买回来了。 带东猛地拍了一下大腿,吓得边上的人一大跳,以为这人犯什么病了。 楚天祥来到陈正生面前,陈正生,天祥,赶紧给叔叔画道线,这块石头叔叔刚买下来。 楚天祥一惊,刚要说话,手上立即赶到陈正生使劲抓了他一把,他闭嘴不说。 拿起笔在哪块大的石头上使劲画了一条直线,他看着陈正生,意思那块小的也画吗? 陈正生苦笑道,都得切。 楚天祥拿起那块小的,看了一眼,直接在切面一厘米处平行画了一条直线。 陈正生对着众人说,我这侄子笃食水平老高了,都是我教的。 众人这个鄙夷啊,这个人怎么活成这个样子? 现实高手把石头放在机器里,大家一哄而散,去厕所的去厕所,要么就去找吃的。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张会长没办法,只好安排人去买点盒饭点心什么的。 一切等切完石头再说。 二十分钟,机器停了,众人又围到机器边,打开盖子,大石头是一批两半,里面没有任何变化, 这回没有人惊呼,都望着陈正生,陈正生就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直接让把那小块的上去。 到这个时候,他犯不着再装傻了。 差不多也是二十分钟,打开机器盖子,大家一看,掉在机器里的一片石头还是那样。 大家都没吱声,陈正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货架边,等着高手把石头洗完拿过来。 石头摆在陈正生面前,他没看那块片料,直接搬过还有二十多公斤的石头。 在切面上看了一眼,说实话,他也有点紧张,猛的,陈正生抢过边上一个人的手电筒,在石头切面上刻意从外向里划过去。 突然,一股很细的绿光腾空而起,照得陈正生满脸都是绿色,他大笑一声,扔下手电,走了。 轰的一声,边上的众人大叫起来,纷纷探头往石头上看,外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往里挤,四边散落的人也都快不聚集过来。 这个乱啊! 陈正生往回走,心里骂道,一群傻X,想笑话老子,你们也配。 他走到三个人面前说,有了,老子的脸都照绿了。 唐辉说,脸绿没事,头上别绿就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带东想起来了什么,他一个人来到孙老爷子跟前,低声说,孙叔,接账了。 老人抬起头,问,有多好。 带东想了一下,说,现在还看不透,但应该在九位数以上。 老人手抖了一下,说,你那里有个高手啊?我原定明天就回去了,看来走不了了,你那块石头别在这切,太张扬了。 带东赶紧找张会长,跟张会长说石头不切了,到此为止。 张会长倒没啥意见,毕竟这是带东的东西,当初的约定已经结束,管不到这段。 而且张会长今天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的,早已身心疲惫,听这么说,连声说好。 张会长走上台子,对大家说,各位嘉宾,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马上回宾馆会餐。 至于那块石头,什么时间解开,我会尽快通知大家的。 来的客人却都是鸡长鹿鹿,听到这话,也就三三凉凉往外走。 今天这时,无论谁回去,都值得吹上两天牛了,不需此行啊。 带东和孙老告别,四个人拿着石头走了,他们才不想去参加什么宴会。 一进公司,陈正生大声喊道,小丫头,赶紧做饭,快把你陈叔饿死了。 张力慌忙出来,带东说,有什么吃得赶紧做,越快越好,吃完还有事。 楚天祥抱着石头,直接进到一楼会客厅,随后几个人都跟了进来,刚坐下带东正色地说。 有个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孙老爷子的父亲和我爷爷是生死之交,我们带家欠他们天大的恩情,所以,我只能放弃了。 陈正生连声说,老代,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保证绝对没人怨你。 楚天祥说,带叔,这事,我根本没往心里去。 谭辉心思缜密,他说,老代,不会这么简单吧。 带东苦笑,老谭,给我留点面子,明天老爷子要来公司,看他。 他一直楚天祥,楚天祥有点疑惑,看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老爷子。 谭辉问,什么理由? 好事坏事。 带东说,老爷子从HK过来,就是奔着这块石头来的,在场上,我们又势在必得。 老爷子猜到,我们中间有个高手,原定明天他就回去,结果为这是推迟了。 几个人不说话了。 楚天祥的身份保密,是公司头等大事,这是带东当时对楚天祥师父的承诺,现在不但暴露了,还引来一条大鳄,要说这条大鳄不吃人,带东自己都不信。 谭辉说,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明天如何跟孙老爷子谈,说不说明阿祥的身份。 第二,就是经过昨天这一出戏,前妻是在必得,后来装傻冲愣,在后来切的那一道,落在有心人眼里,都是事。 第三,别忘记那还有个住院的会长,我们和他这个仇有可能是结下了。 几个人一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 一个一个解决吧,先说孙老爷子。 带东说。 谭辉说道,只能见招拆招,但愿他老人家别有非分之想,可以推出天祥,但细节不说。 带东说,我不太适合出面或者多说话。 谭辉反驳道,不对,你必须用亲情拴住他,让他摸不开面子。 带东说,这个可以打感情牌。 那下一个怎么办? 带东指的是谭辉说的第二条。 谭辉说,这个是最麻烦的,你看吧,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里消停不了了,陆陆续续各路人马都会来。 陈胖子叫道,那怕什么,来就来呗,又不是上门打架的。 带东翻了一眼陈正生,说,老谭的意思是说,都是来打探消息的,我们在会场上操作的手法有点过了。 谭辉说道,不过这样也好,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收石头了。 带东也说,幸亏把库房挪里头了,要不人家一上门,看见地上摆的都是高货的改口料,哈哈,那就有热闹看了。 这时,楼下张力喊几个人下去吃饭,几个人这才放下话题。 作者有话说,终于过五十章了,写得好坏,喜不喜欢,家人们请多提提意见,老鬼拜求。 吃完饭,几个人都有点累了,就没再接着聊,三个年纪大的和张力回去休息。 楚天想把李洁留下结那块石头,今晚他要不干完,指定睡不着觉。 结果,两个人干到凌晨四点,这才把石头的全部皮壳去掉,两人累得实在是不爱动了,就在公司的沙发上对付一宿。 上午十点张力来上班,进来一看,楼上一个楼下一个睡的那个死儿,衣服都没脱,满身都是泥屋,想到昨天晚上俩人一定是干到挺晚,就没敢叫醒他们,转头准备午饭去了。 到了中午十二点,估计那三个叔叔也快来了,张力这才把两个人叫醒,楚天想一起来,看看自己的身上全是你点子,好好的西服这回完了,大叫一声,骑着自己的破摩托一溜烟地跑了。 到了家里,看到妈妈正在吃饭,她赶紧换掉西服,洗了个澡,扒了一口饭,和妈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又往回跑。 到了公司,见几个人都在吃饭,她笑嘻嘻地凑过去,说,昨晚业绩非常好。 陈正生正在夹菜,回头对楚天祥说,我们正说要打你一顿呢,你把石头藏哪儿了?你们指定找不到,我try都里了。 三个人到公司,就楼上楼下都翻了个遍,也没找到石头,问李杰,这个傻小子说他先睡着了,他也不知道阿祥哥藏哪里了,气得张力, 踢了他好几脚。 楚天祥开玩笑地说,几位叔叔,坐稳了,给你们一个大惊喜。 说着,走到摩托车前抬起车座,爆出来一个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圆圆鼓鼓的石头,直接就放在饭桌中间,说,给你们加个硬菜。 带东伸手打开塑料袋,睁大眼睛问,这是什么?说完,拿起石头,就往屋里跑,几个人也放下筷子,跟着往屋里跑。 楚天祥笑嘻嘻地锁上院门,这才慢吞吞地走进屋里。 几个大脑袋小脑袋,正围着石头看,带东拿着手电,不知照哪儿好。 楚天祥刚要凑过去,院门传来敲门声,他只好又转头出去。 打开大门,就见昨天那个漂亮的少傅站在面前,后面停着两辆车,是一辆奔驰和一台越野车,奔驰车两边各站着一个标形大汉,这是保镖了。 少傅见开门的是昨天见过的小伙子,就笑着说,我们是来找代叔叔的。 楚天祥有点发愣,连忙说,快请进,代叔在里边。 说吧,让开了身子。 少傅没有进门,转身来到奔驰车前,拉开后门对里头的人说,爷爷,代叔叔在,您下来吧。 孙老爷子抬腿下车,少傅扶着爷爷迈步往里走,楚天祥赶紧上前,恭敬地鞠了个躬,说,孙爷爷,您好。 老爷子看着楚天祥说你也好,小伙子。 这时,屋里也听到了院外的声音,几个人连忙走了出来,带东小跑几步来到老爷子前,施了个礼,说,孙叔,我应该去看您,这还劳您跑一趟。 你去看我干嘛,我又不是来看你的。 老爷子调笑道。 少傅对带东说,带叔叔,您好,我姓曾,叫曾宁,您叫我阿宁就行。 站在后面的胖子心道,曾宁,争宁。 好名字。 老爷子来到院里,望了望小楼,说,别上去了,就在凉亭里坐吧。 老爷子坐下,别人还没坐下呢,老人又说话了,拿出来吧,是不是不想让我看啊。 带东赶忙笑着说,哪能呢,边说边回头对李杰说道,去,把石头拿出来。 李杰答应了一声,连忙进屋,把石头抱了出来,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老人没动手,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石头,看了一会儿,他问楚天祥,小伙子,有没有暗一点的房间。 楚天祥连忙说,有,有,就在一楼。 老人起身,随着楚天祥往屋里走,几个人跟着,老爷子回头说,你们跟着干啥。 阿宁也待在外边。 见到楚天祥的小屋,老爷子坐在椅子上,看着一桌一椅说,小伙子,你懂得不少啊。 楚天祥回答道,孙爷爷,你说的什么意思? 老人接着说,你知道在勉迪昂是怎么布置房间的吗? 矮桌,矮凳,加油灯。 楚天祥心里一紧,这孙爷爷也知道秘法。 老爷子没再往下说,楚天祥往石头上喷了点水,原来白花花的现在变成偏暗的绿色。 上面都是切具的划痕,还有很多细微的裂痕。 老爷子拿起手电,直接按在石头上,通的一下,整个石头变成了一个大绿灯泡。 再见整个石头,整体全部被手电光打透,整个石头两尺开外的距离。 都被绿光笼罩。 石头内部没有一丝杂质,犹如玻璃一样散发出凌冽的光泽。 色泽不浓不淡,沁人心脾,恨不能让人融化进去。 老人如老僧入定,一动不动。 楚天祥靠在门边,没有过去打扰老爷子。 当时他也是被这石头惊呆了。 凌晨临睡觉前,把石头特意藏在摩托车座下,就害怕丢了,这东西太宝贝了。 整个石头有小孩脑袋大,整体没有贯穿裂,都是一些外皮的细微小裂,石头没有变种,看不到棉,没有色差。 这是大自然巧夺天宫的结晶。 老人站起身,问,小伙子,你叫什么名? 我叫楚天祥,你学了多长时间? 楚天祥规规矩矩地说,孙爷爷,十多年了。 老爷子起身,楚天祥赶紧过去搀扶,老人走出屋子,对孙女说,阿宁,去把东西拿过来。 阿宁出院门喊了一声,不一会儿,一个镖形大汉提着一个编织袋走了进来,放在凉亭的地上,转身出去。 老爷子对楚天祥说,小楚啊,去看看这几块石头。 楚天祥拿起编织袋走进屋里。 带东说,孙叔,您坐,喝点茶,天热。 带东就是没话找话,这老爷子气场太大,其他人都有点坠坠不安。 两个小朋友去楼上玩会儿,大人有话要说。 老爷子开始撵人,这是要谈重要的事情。 张力和李杰犹如受惊的兔子,立马跑了,这老头有点吓人啊。 现在,就剩带东,谭辉和陈正生了,老人开口道,这个石头你们不能卖,全切开,就有点抱舔天物了。 带东几人昨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只是没见到石头, 现在听老人这么一说,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按江湖上的话,这石头等于骗来的。 你趁着人家神志不清的时候骗的,如果带有为说,当时自己昏过去了, 自己的孙子做得主不算,确实是打不清的官司。 而且,你从现在还不能往外拿出任何满绿的高货,否则代家就说是他们那块石头切出来的。 你辩解不对,不辩解也不对,江湖传言,众口硕金,埋态也能把你埋态死。 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一下,谭辉问,老爷子,我们几个年轻,还真没碰上过这事,您多给出出主意。 你们商量个价,石头我拿走。 老爷子这是往自己身上懒事。 第二,带有为对上带东他们几个,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甚至还有不少行业优势,人脉优势,但真敢对上HK翡翠大王,那就是找死了。 甭说人家在HK的势力,就是在内地,老爷子都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孙叔,不会给您惹来什么麻烦吧? 带东问,老爷子笑了,我这一辈子,麻烦还少吗? 我拿走了,他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 老爷子看着带东,带东明白什么意思,这是让他出价,这是一个考验。 东西本来就有价值和价格,高冰重症阳率,不到十公斤,无列无眠没色差。 你给老爷子不能低了,低了指定看不上你,你以为我是来你这敲竹杠的? 高了更难看,等于你敲老爷子竹杠。 看这样子,老爷子还不许他们商量,带东心想,这是考我啊。 带东犹豫了一阵,毅然决然地说,六个亿。 谭辉手心直出汗,他知道老爷子的意思,就怕带东出错价,听到六个亿。 他的心光当一下落在了心里,不由自主地尝出了一口气。 老爷子看了谭辉一眼,笑着说,别让我老头子占你们年轻人的便宜,就八个亿。 这是通过考验了。 陈正生连忙说,老爷子,怎么还带涨价的,您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老爷子笑着说,就冲着你昨天装龙像龙,装虫像虫的表现就值这个钱。 陈正生还真有点不好意思,老爷子,这都是您逼的呀。 老爷子一正,玄机明白陈正生说话的意思,这是指他逼着带东退出拍卖的事。 老爷子哈哈大笑。 这时,楚天祥走了过来,编织袋里有三块石头,他早就看完了,见几个人谈话,就没过来。 他说,孙爷爷,石头看完了,切吗? 老爷子回过头说,先说说,看这几块都什么样。 楚天祥从编织袋里拿出一块石头说,这是墨西沙偏长的,十二公斤,里面飘兰花,但棉大,有裂纹,应该出不了手镯。 他又拿出一块说,这是尖堆角的,色进去了,但重太差,没什么价值。 最后一块还可以,隔音角的黑乌纱,里面有一条色带,但应该不是很大,而且底子偏灰。 老爷子这几块石头是上午随便在一家店里买的,听着楚天祥说完,盯着看了一眼楚天祥,说,小楚,切了吧,沿着你认为好的切出来。 楚天祥赶紧叫礼节,三台聚同时开工。 老爷子对孙女说,阿宁,你陪着这两位叔叔上楼聊会儿,我跟你带叔叔,有点私事。 唐辉和陈正生连忙请阿宁上楼走了。 老爷子看着戴东问,你怎么在这里做生意,是长期还是偶尔过来? 家里的事你不管吗? 戴东苦笑道,孙叔,我不瞒您,年初我还是家族所有企业的负责人,过完年就不是了。 偶然在这里认识了天祥,就决定在这里先干两年再说。 你不像能犯大错误的人啊,怎么不让你干了? 你二哥的决定。 几个人要上位,我只有挪地方了。 大家族要没有点龌龊事还真不配叫大家族,这点老爷子看得很开。 老爷子就跟代家二代的老三关系好,可惜老三英年早逝,老爷子慢慢地就断了与代家的往来,主要还是看不上几个代家头面人物的做派。 这次见到戴东,只是想了解一下代家现在的情况,要说帮代家,包括帮代东。 他还没这个打算,就算你想帮代东,也得找个好机会,红后代血脉里的高傲和自尊,不是谁都懂的。 楚天祥和李洁,拉着手推车过来了,老爷子也结束了谈话。 他走了过来,低头看了看石头,说,小楚,叫你姐姐下来,我要回去了。 楚天祥连忙上楼,把曾宁叫了下来,几个人把老人送到车前,老人说,小楚啊,今年春节前去烫HK,我有几块好石头给你看。 楚天祥连忙答应。老爷子又把戴东叫到一边说,此子福寿绵长,现在多帮助帮助他。 说完转身上车。 在车上,曾宁对爷爷说,那两个人口风很严,基本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你不是那两个人的对手,阿进。 老爷子叫前排的保镖,在刚才那地方附近开一家店,就进监视,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 爷爷,您真要把那个小楚揽进家族。 曾宁问。 老爷子没说话,心道。 就凭着那一身逆天的本事,想揽进家族,难。 翡翠大王的一举一动是需要密切关注的,尤其对张会长这样的地头蛇,上午去宾馆拜访,没见到,退房走了。 但盲视传来的消息说,那架私人飞机下午才飞走。 到了中午,有人来传信,说孙老先生在沐星珠宝城,把高总叫过来一顿臭骂,逼得高总骑个电动车,在珠宝城里转悠。 终于在东翔珠宝公司门前,见到了老爷子的奔驰坐驾,赶紧回去汇报。 张会长马上起身,准备去拜会一下。 孙老先生在全国有上百家做翡翠珠宝的连锁店,尤其翡翠每年需要的原料都是海量,挤进那个圈子,就可以躺在被窝里笑了。 刚要出门,杨诚花林通灵珠宝总经理戴南生登门拜访,这个人必须接待好,不能有一丝纰漏,因为现在住院的戴有为副会长是这人的老子,这是兴师问罪,来了。 戴南生确实是生着气来的。 昨天晚上,他的侄子打电话给他,说爷爷在私盘现场突然昏迷,着实吓了他一大跳,老爷子身上都是老年慢性病,怎么就突然晕倒了。 等他听完侄子的叙述,气得他大骂侄子笨蛋。 早晨头斑斑机他就来了,直奔医院,老爷子已经没事了,只是住院观察。 在医院,几个跟他家关系不错的朋友在看望老爷子,他向那几个人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从过程看,没有什么疑点,但后来一个山西梅老板撒泼耍赖的二百万买走石头,又切出杨绿,让他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大侄子啊,绝对是杨绿玻璃里种,我是亲眼看到的。 老李,别误导带总,杨绿够不上,玻璃种也不到。 百分百的帝王绿,最似是高冰。 有几个人就有几个说法,而且各个信实淡淡,都说亲眼所见,闹得带男生头都大了。 好不容易送走客人,老爷子把他叫到身边说,男生,这是疑点很多。 第一,对方百分之百是知道这种料子是极品,所以才下重主来赌,按平时的做法。 这块料子最多千万出头,我是看HK老孙头也对那个料子感兴趣,才下得重主,结果还是没拿得下来。 第二,那个山西人不是棒锤,他在玩伴猪吃老虎,你侄子上当了。 第三,那个画现得最可怕,一刀下去就录一点点翡翠肉质,他怎么就知道那边有料? 这得多高的水平啊? 带男生问,爸你怎么知道这种料子好呢? 带有为迷茫地说,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在坑口一个老矿主挖出来一块,一刀下去。 百倍的暴涨,我就是从那时记住了这种料子了,但以后再也没见过。 带男生又问,爸,你觉得这块能切出什么样的东西? 按刚才那些人说的,不会低于高冰洋率,问题是里面有多大? 如果里头就芝麻粒大小,就算了,哑巴亏认吃了。 如果稍微大点,就是千万级的东西,那就得说到说到了,这边还亏了六千多万呢。 爸,张会长那边参与没参与。 应该没参与,他应该也是被那个山西人骗了。 带男生想了一想,对父亲说,爸,我去找张会长,让他劝说那边石头还我们,我们把钱退给他们,如果对方不同意,就把石头解开,看看到底有多少东西。 带有为说,可以,闭一下老张,反正拍卖的钱还没付呢。 带男生出门,直接来到张会长的公司,两人寒暄坐下,带男生就把来意说了一下,直接就是要退钱, 说自己的父亲到现在脑子还不清醒,根本想不起来昨晚发生什么事。 他怀疑有人合伙山西人,骗了他吧。 张会长也是人惊,岂能听不出来带男生话里话外的意思,这是要把自己也拉进泥水坑了。 他就顺水推舟,信誓旦旦,马上约着带男生去东祥公司找对方谈一谈。 他急着去见翡翠大王。 两人开车刚到东祥公司,就见孙老爷子的汽车开走了。 张会长眉之声,车停下,迈步往里走。 院里几个人这个高兴啊,二百万换来八个亿,正商量着如何庆祝一下。 就听到院门外的停车声,随后,就见到张会长和一个无短身材的人走了进来。 带东紧走几步上前说,张会长,您这是贵人踏见地啊,不胜荣幸,赶紧楼上请。 张会长见翡翠大王走了,就没了什么兴致。 他笑着说,带总,不请自来,见谅见谅。 来到二楼会客厅落座,张会长对带东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也是带总,带老会长的大公子。 对带男生说,小带,这是东祥公司的带总,我是一手托两家,有什么事你们谈,我就不参与了。 带东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找后帐的节奏啊。 带男生开诚不公,说,带总,昨天晚上,我父亲有点神志不清,现在还想不起来昨晚发生的事情,那块石头是我直自私自自行处理的,小孩子不懂事,我们做大人的向你道歉。 另一方面,我过来,跟带总说一下,希望能把那块石头退给我们,前缘封不动地还给你们,还可以给您这边一定补偿。 带东看了看张会长,张会长机灵打了个冷战,这是对我有意见了。 靠,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带东对着带男生说,如果说那个小带是小孩子,没人会相信,应该有三十岁了吧。 他亲口跟张会长说,卖二百万,这不是一两个人在场,而是好几十个餐会的贵宾,带总可以打听打听。 张会长知道,我们对那块石头是势在必得的。 看我跟代老会长拍卖的激烈程度就能知道,所以石头退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什么补偿不补偿的事。 带东停了一下,又说,还有一个新情况,我忘了说,刚才HK孙老先生来过,把那块石头已经买走了。 啊!两人几乎一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带男生刚想问卖了多少钱,马上想到这是饭计,就没张口。 他朝张会长使了个眼色,两人就告辞了。 带男生知道,带东不可能说谎,但出现这种新情况,必须回去跟父亲商量,再待在这里没有必要,徒受其辱。 带东几人把两个人送到大门口,车还没开,就见一辆丰田雅阁停在了边上,后门打开。 亚龙的陈丽从车上走了下来,随后从车上又下来两人,一看就是免地盎人,身材不高,但恐无有力。 什么风把陈大老板吹来了? 快请进,快请进。 带东和陈丽很熟,所以开起了玩笑。 陈丽见几个人都在,笑容可居地说,大老板都在啊,正好找你们有点小事。 送走了带男生和张会长,带东把陈丽和那两个免地盎人领到二楼, 其他几个人也随着来到了楼上,坐下后,阿翔把沏好的茶给每个人倒了一杯。 带东问道,啥事还让你陈总亲自跑一趟,你这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陈丽连连说,不客气,不客气。 带总,各位老板,是这么个事。 三个月前,陈总和那个小兄弟在我那买了三块料子。 他一直处天祥,接着说。 其中有一块,我当时就说是一个免地盎朋友的,放我这儿一直没了音信。 嗯,今天来的这两位是他的朋友,听说我把石头给卖了,就想再买回去,价格高点,他们都认。 带东几人听了,心里合计,今天是TM的什么日子啊? 怎么都是找后账的,前一个还没处理完,怎么又来了一波。 带东吻了一下心神,陈总,啥时候的事,最近可没少在你那买石头,那回啊。 他回头问陈正生,老陈,你记得吗? 陈正生说,我哪记得那块石头,这一段时间在老陈那买了好几回。 陈丽赶紧说,那块石头,成交十五万。 带东转头对楚天祥说,去把账本拿来,我看看。 楚天祥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带东接着对陈丽说,这卖出去的东西,还能往回要,没这规矩啊。 陈正生也说道,老陈,你这竟给我们老陈家丢脸,你管免迪傲人的是干嘛。 楚天祥回来了,他拿着账本指着让带东看。 这时,免迪傲人说话了,朋友,这块石头我们必须买回去,希望我们能好好谈谈。 汉话很溜。 带东目光当时就瞪了起来,什么叫必须买回去,我要是不卖你,还能怎么样? 免迪傲人笑了,严重了,带总,这块石头是我们几个人合买的,有点债务纠纷,您能不能让我看看您的账本? 带东说,不行,再说,这块石头我们已经卖了。 免迪傲人有点紧张,赶紧问,带总,石头卖给谁了? 带东缓和了一下语气,朋友,你们也是做翡翠生意的,应该懂得这行的规矩。 你觉得,我能告诉你客户的名字吗? 免迪傲人犹豫了一下,站起来说,不好意思,打扰了。 看着几个人灰溜溜地走出了大门,带东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两个事都感到一块了,这段时间,大家都注意点吧。 尽量不要单独外出,老陈和天祥就在沐星珠宝城里挨家看石头吧,那两个免迪傲人不简单。 如果免迪傲人再来问,就说,石头是我卖的,大家别担心,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但需要让他们自己发现。 大家都心事重重,刚赚了八个亿的喜悦立马烟消云散。 两个免迪傲人离开带东,他们就和陈丽分手了,他们打车来到瑞宁北面,一个叫帕瑟的村子。 上午,一般是三个年轻人先到。发现意外的是张力,他的办公室门被撬坏了,张力惊叫一声,楚天祥和李洁连忙上来。 看到屋里翻得很乱,连忙给带东几个打了电话,接到电话几个人火烧火燎地赶了过来。 带东一进院,楚天祥连忙说,带叔,一楼仓库也被撬了,但没丢东西。 几个人一合计,先报警,不一会儿警察就到了,勘查了一下现场,调出监控,也没查看到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只好询问了一些情况就走了,没丢东西。 保险柜也没被撬开,估计是小贼翻墙,进来找钱的,没找到也就走了,这是警察的预判。 几个人却不这么看,账本明显被翻看过,这应该是那两个免迪傲人干的。 带东陷入了沉思,怎么把免迪傲人的视线不太明显转到欧书身上呢? 思考再三,没有好办法,只能等。 他把陈正生和楚天祥,唐辉打发出去看石头,自己一个人坐在亭子里等那几个免迪傲人,估计他们今天还得来。 不出所料,下午四点,两个免迪傲人又来了,看见带东坐在亭子里,直接过来坐下,没说话。 带东问,你们干的? 年纪大的免迪傲人说,是的,找不到那块石头,会死人的。 带东看着他们冷冷地说,别吓唬我,这是在国内,你敢乱来? 年长的免迪傲人笑了,在你们内地我们当然不敢,也进不去,但这里,你觉得我们敢不敢? 早些年,这些免迪傲人在边境国内一侧,确实很猖狂,上街带长刀,三天两头斗殴,打杀完人往免迪傲一跑,国内的警察根本抓不到,后来国内加强了边境管制,这才慢慢地好了起来。 带东假装好奇地问,为什么那块石头那么招人待见,我买来还没三天,就被人买走了,还非卖不可。 你们又来非要买回去,这块石头有什么秘密吗? 年纪傲人说,知道多了对你没什么好处,你们几个都是内地有钱人,犯不着在这里出点事。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告诉我谁买走了那块石头,我们可以给你点补偿,你不是很喜欢赌石吗?那就送你几块石头吧。 带东故意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一个叫欧叔的人买走了,花了五十万,就住在蒙童村。 缅迪傲人站了起来,说,谢谢带总,我会调查的,也许我还会来,再见。 人走了,带东感觉后背都是冷汗,衬衣都湿透了,事情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的。 想到这儿,带东拿起一杯已经放凉了的茶水,仰头一口全喝了下去,这才尝出一口气,喃喃道,欧叔啊,下面就看你的了。 带男生回到医院,见老爷子在走廊里溜达,知道父亲已经没事了,这才放下心来。 回到屋里,带男生就把带东说的话给父亲重复了一遍,带会长进入了沉思。 东西便宜不了,可以说价值连城了,这回真的是大义士荆州啊。 带男生问,爸,怎么判断出来的? 整个拍卖会场,就三个人看清楚了那块料子的价值,孙老头已经多年不出山了,这次来瑞宁就奔着这块石头来的。 那他为什么不出个高价?你以为他没出?他就比我们少了十万。 啊!带男生有点不相信,这么狗血的事也能发生。 男生,现在的问题是石头打没打开,按照孙老头的性子,只要看准了,就会立即下手。 所以,没打开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时间不够。 爸,我也是这么估计的,所以马上就回来了,没纠缠。 你做得对,你通知HK的公司,密切注意孙老头的动静,一旦那块石头出现,立即汇报。 还有,你既然来了,你就多看几家,多结识点老板,毕竟很多货源都是这里出去的。 对我们以后发展有好处,还有就是多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的事情。 我觉得他画的那条线,绝对不是偶然,这种水平是怎么学来的。 带男生点头称是。 第三天,两个缅迪昂人又来了,这次没空手,从车上拿下来两个编织袋,放在院子里的地上。 年纪大的那个缅迪昂人,对坐在院子里的带东说,谢谢带老板,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收下。 嗯,带老板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带东几人正在闲聊,听免迪昂人说完,立即起身往二楼走去。 坐下后,免迪昂人说,带总,谢谢你能告诉我那个消息,但是还有一事,希望你能理解。 带东没动声色,听着免迪昂人往下说。 我想看看你在银行租的保险柜,方便吧。 这话问的不是问句,而是不容置疑的语气。 带东盯着他们道,是不是过分了?你以为我怕你? 免迪昂人笑了笑,然后说,我当然知道您不怕我,但您知道吗?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这是不查个水落石出,我们两人都回不去了,你觉得我们会怎么办? 说到这儿,那个年轻人撩了撩衣脚,皮带上赫然插着一把手枪。 带东看见手枪,怒急返笑,好好好,一块破石头,整出这么多事,行,我现在就领你们过去。 不用,你叫上一个人来,让蔡送跟他去,我们在这儿等着。 他指了指年轻的免迪昂人。 带东没办法,只好把唐辉叫上来,让他领着免迪昂人去银行看一下。 没过半个小时,两个人回来了,猜送冲着年长的免迪昂人点了点头。 年长的免迪昂人回头冲着带东说,实在不好意思,带总,没事了。 我知道你们主要是买原石,我手里很多,价格还低,过几天我带几块给您看看,这次给您添麻烦了。 说完,两人下楼走了。 带东坐着没动,唐辉看着带东,意思是你解释一下呀。 陈正生和楚天祥也登登上楼来,带东这才开口说话。 这是结束了。 那保险柜的水墨浴是怎么回事? 唐辉问。 什么水墨浴? 陈正生听了一愣。 那是我当时灵机一动,给这是家的保险,现在看起作用了。 带东解释道,事情出来的时候,我就怕保险柜的事说不清楚。 当时我就买了块水墨浴放里头。 你们想,我们刚从陈利手中买来石头,就去银行租保险柜,指定是有好东西怕丢。 不是那块顶级的料子还是什么? 我就想买一块表现好点的料子,把那块替换出去。 天随人愿,我买了一块大的水墨浴,太像冰种翡翠了。 缅迪昂人以为我们是猪,把垃圾当高货买回来了,而且怕丢,就去银行租了个保险柜。 不过这些缅迪昂人能量真大,连租保险柜这事都知道。 而且你们不知道,他们带枪过来的。 几个人倒吸了一口冷气,缅迪昂人带枪,这绝不是拿来吓唬人的,尤其这些缅北的山民,民风彪悍,常年同政府军作战,杀个人对他们来讲,就跟杀个鸡一样简单。 两个缅迪昂人查找的线索走进了死胡同,他们查到了欧书收到石头的事,可是石头被欧书快递走了,是门口小超市老板帮的忙,而且怪异的是,快递的目的地是缅迪昂。 在查快递公司,从国内到缅迪昂就一公里左右,中间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缅迪昂乘运的是曼勒运输公司,货物接收人是仰光一家食品店,诡异的是曼勒公司押运货物的汽车。 在自制组织的辖区内,连车带人包括其他所有货物全部失踪,车上一个司机和一个押运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那就赶紧查收获人,结果那个地址根本没有什么食品店,而是个广场,电话号码停机了。 缅迪昂不是石明智的移动电话,线索断了。 两个人想动欧书,结果缅迪昂传来消息,不许跟欧书有任何交集,否则格杀勿论。 年长的缅迪昂仍疑惑不解,虽然他的身份在自制组织的军队里地位并不低,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有几个盗贼挖了一百米多长的地道。 在自制政府附近的一个庄园的仓库中,总共倒走五块石头。 而这个庄园是自制政府暗藏多年的仓库,而且库房全部在地下,里面放着几代人积攒下的财富,就是一般自制政府的人都不见得知道这么个地方。 盗贼是怎么知道这个仓库? 又怎么知道里面有值钱的东西呢? 挖了一百多米,怎么守卫一点动静也没发现? 有没有内鬼?自制组织高层雷霆大怒,看守仓库的所有人一律逮捕审讯,上行已经是小儿科了。 情报部门的大头领,主管仓库安全的警卫部队首领直接免职,并严令情报部门必须追回被盗的石头,否则军法从事,接触过这些石头的人必须处理。 一年多的时间,被盗的石头已经陆续追回来四块,最后一块虽说是还没追回来,但毕竟有了一些线索,看样子就得回免蒂昂追查了。 至于那几个盗贼,还在庄园的水牢里抛着,估计有生之年是出不来了。 代会长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回阳城了,看看这边没什么事,带东,陈正生和谭辉一起回北京,尤其陈正生已经几个月没回去了。 又剩下三个年轻人了,免蒂昂人送来了的几块石头,表现都非常好。 楚天祥看中了其中的二块。 马上年底的岭南平州公盘就要开始了,这一段时间虽然事情很多,但楚天祥也在陆陆续续地收料, 仓库里已经积攒了三四十块石头,几个人商量准备拿二十多块石头去供盘试试水, 楚天祥和李洁开始切石头,抛光。 忙活了将近十几天的功夫,将所有工作都干完,谭辉来电话, 让楚天祥赶紧把石头拖运到平州,时间不多了,他把地址给了楚天祥, 告诉他发完货自己坐飞机到阳城,然后到平州,几个人在那里会合。 这条道楚天祥轻车熟路,在阳城白云机场下了飞机,直接在机场打了一个出租车直奔平州。 平州跟瑞宁类似,都是县级市,如果没有翡翠,这个县级市根本没什么名气, 可现在,国内,HK,宝岛,以及一些东南亚做翡翠的商人,没有不知道平州翡翠手镯的。 到了预定的宾馆,楚天祥办好手续,进了房间,准备给几个人打电话,还没拨出去。 有人敲门,楚天祥打开房门,看见门外站着一个小伙子,那人张口问,请问您是瑞宁来的楚总吗? 我是楚天祥,瑞宁来的,请问您是哪位? 楚总,您好,我叫傅林,谭总这边办事处的,是谭总教我过来的。 楚天祥知道这件事,他连忙把傅林请进了房间,两个人一聊,傅林比傅天祥大八岁, 谭不过楚天祥的坚持,楚天祥管傅林叫傅哥,傅林叫天祥,这才停止了争论。 傅哥,谭总什么时间到? 楚天祥问,原本昨天就应该到了,但今天打电话,谭总说有事情还在处理,估计也就一两天了。 天祥,这几天是这么安排的,明天一早,我们把料子送到货场,交给主办方, 然后晚上有一个晚宴,你必须参加,这是谭总交代的,你还不是平州的会员,是代表谭总出席的, 参加晚宴的主要是这次供货的大户,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以前我们都是买货的,这次变成供货的。 大后天,供盘就开始了,一周时间,这期间您可以在供盘上看看,不愿意看我可以领着你周边转转,但这里也没什么风景,随您。 楚天祥想想了一下,说,先不管别的,明天先把货送到,办完手续再说。 傅林回答道,这没问题,货已经在办事处了,车和人我都顾好了,到时候,我们看着点就行了。 送货很顺利,晚上在一家四星级酒店,主办方举行宴会,协会的领导,各地翡翠界的大佬齐聚一堂,整个大厅摆了有几十桌。 楚天祥跟着接待人员来到自己的座位,这里的人楚天祥都不认识,只好一个人敢坐着。 有一个简单的仪式,领导讲话,协会领导讲话,来宾喝词,然后就是开吃开喝。 楚天祥他们一桌十个人,有三个是云南的,另外几个是当地的翡翠大户,都是常年给公盘供货的,彼此都很熟悉。 楚天祥边上坐着一个中年人,一听说话的口音就是云南的,慢慢地他跟楚天祥就聊熟了。 这位是云南腾冲人,姓庄,人挺好,自来熟。 老弟啊,这还是第一次见你,你们瑞宁很少有人往平州公盘送货,你们那里更喜欢玩赌料。 庄哥,以后我可能要常来,以后您多照应着我点。 没问题,老弟,这里人头我还熟,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庄盛是平州公盘的常客,他的公司主要是从免迪安拿改口料,然后放到国内公盘上出手。 腾冲的店基本就是摆设,货品直走公盘,省下很多销售环节,还不操心,但很占用资金,钱少了玩不了。 楚天祥有意要结交几个朋友,他拿出名片,恭敬地给桌上几个人发了一劝,每个人也都回敬了名片, 楚天祥年轻嘴甜,倒也收获了不少好感。 还剩下两三个人的时候,楚天祥走到一个三十多岁的人面前,楚天祥递过名片,那人接过名片看了一眼,随嘴问道, 瑞宁来的,前一段瑞宁撕盘的事,你听说了吗? 楚天祥心里一紧,马上微笑地说道,有幸我也过去看了看,你有什么指教? 那人挣了挣身子,对楚天祥说,听说最后那块六千多万的石头出了玻璃种地亡绿,你看见了吗? 楚天祥笑着说,还真没看见,当时全是大佬们在那里看,我就没上前。 桌上一位年长的客人对着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说,阿龙,别随便打听,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阿龙回头冲着那个年长的人说,张叔,我就随便问问,您别介意。 楚天祥发完名片,回到座位上,庄胜低声对楚天祥说,别惹那个小子,他是花林协会代会长的小儿子,恶棍一个,不过你也不用害怕,有事了找我。 庄胜觉得楚天祥年轻,还是老乡,故意给他透透风。 这时,主办方的领导来,各桌敬酒,一桌人立马全都站了起来,大家都很熟悉,互相打着招呼,只有楚天祥一个生瓜蛋子,谁也不认识。 不,他只认识领导中间的吴会长,吴会长认不认识他,他可一点把握也没有。 吴会长与大家寒暄着,突然他看见人群中的楚天祥,他端着酒杯,直接来到楚天祥身边。 举杯说道,小老弟,见过几次面了,还不知道你的大名。 楚天祥赶紧攻身说道,吴会长,您好,我叫楚天祥,跟着谭叔叔学做翡翠生意,您多指教。 吴会长大声笑着说,我哪敢只教你这位高手啊,那一刀切的,真是神来之笔。 一群老家伙都被你比下去了。 楚天祥心中锦铃大响,这位吴会长要干嘛? 楚天祥赶紧陪笑着说,我就是随手一话,蒙的,蒙的。 吴会长又问,谭总,戴总没来吗? 这两天就到,有事耽误了。 小伙子,在这里好好吃好好喝,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说着递过一张名片,楚天祥双手接过。 领导们走了,一桌人刚坐下,阿龙盯着楚天祥问,小子,你不诚实啊。 刚才吴会长的话,大家都听明白了,瑞宁斯盘上最后一刀是这小子画的线,就一厘米的距离,却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岭南几个翡翠集散地联系都比较密切,什么消息转眼就会传得满世界都是。 戴会长瑞宁一行,让人坑了六千多万,当场晕倒,绝对是爆炸性新闻,人绝对是丢到姥姥家了,尤其是市井传言,各种版本的故事到处流传。 最后在一些有心人的推动下,竟成了花林人,干不过瑞宁人,生生被瑞宁人额去了六千万。 戴家也是上下不宁,老爷子一回来就住院检查,他本人倒没说什么,反倒是戴家老大带男生将老爷子带去的孙子一顿好打,现在是带男生当家,家里一切事物他说了算。 戴会长还有个小儿子才三十多岁,自幼喜欢习武弄棒,不喜欢做生意,反正他也不缺钱。 他与老大不是一母同胞,但非常得老爷子的宠,他对大哥也非常尊重,一听说父亲在瑞宁被人阴了一刀,立马就要杀上瑞宁,被带男生严令禁止。 这次他家也有不少料子上了宫盘,小带是跟着大哥来玩的,没想到在酒桌上碰到了熟人,不过是有仇的那种。 楚天祥说道,当时我就是随手一画,切完我就没看,我说错了吗? 阿龙刚要说话,那个张叔抢先说道,年轻人藏桌是好事,但后来你们不是把石头拿回去了吗吗? 楚天祥笑着说,这位大哥问我当时现场的事,没问以后,所以我没说啊。 阿龙拍桌子就要起身,张叔说,年轻人,这种把戏不好玩。 庄胜看火药味太浓,他有点不高兴地说,瑞宁的事我也听说了,当时双方不是没有意义吗? 怎么现在又出来这么多事? 庄胜在腾冲也是大老级别的人,昏得素得什么没见过,见老乡被人欺负,有点气不公。 楚天祥说道,庄哥,没事,当时现场人不少,都可以做个见证,最后一道是我画的。 每个人解读石头都不一样,怎么得切涨了就找后账,那要是切垮了呢? 是不是给退钱啊? 阿龙怒道,哼,小子,有你的。 说完起身抬腿走了。 张叔深深看了楚天祥一眼,不再说话了。 庄胜低声对楚天祥说,兄弟,赌食水平挺高啊,那天的事被传得活灵活现,尤其是你画的那条线,都传疯了。 楚天祥也低声说,庄哥,别听外边瞎传,有机会我去腾冲拜访您。 庄胜道,兄弟,你既然叫我哥,那以后就不别您您地叫,把我都叫老了。 阿祥听了,连连点头。 庄胜又说道,抽空去腾冲玩玩,那里赌食也不少,好多还是收藏多年的老料,咱们多交流交流。 楚天祥赶紧致谢。 沉闷的酒桌没人再说话,楚天祥见呆着也无聊,跟众人打了一下招呼就走了。 他走出饭店的大门,傅林见他出来了,连忙上前打招呼,这种酒宴他没资格进。 坐上车,傅林送楚天祥回酒店,刚开了不到十分钟,傅林猛地一脚刹车,吓了楚天祥一跳。 他正低头看手机,差一点头就撞到车前封挡玻璃上,傅林也是一脸惊恐,只见一辆越野车横在他们的车前,万幸两辆车没碰到。 傅林定了一下神,推开车门下去,他要看看前面这辆车是怎么回事,不要命了。 傅林刚下车,就见四个彪形大汉从前面的车里跳了下来,冲着他就走了过来,刚要张口,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说,你给我靠边,别惹事,我找车上那个小子。 楚天祥见最前面的人是那个叫阿龙的,连忙打开车门走了下去,他怕傅林吃亏。 傅林见这几个人要找楚天祥的麻烦,连忙喊道,天祥,回车上去,我马上报警。 来的人听傅林这么一喊,过来一个人一把抓住傅林,挥手就是两个耳光,随后从他兜里翻出手机往地上使劲一摔,好好的手机四分五裂,傅林嘴角开始出血了。 楚天祥微皱着眉头,对着阿龙说,放开他,这是跟他没关系。 阿龙嘿嘿一笑,小子,敢得罪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楚天祥站着眉动,开口问道,你到底是谁?我不认识你。 阿龙说,等打完你,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楚天祥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不过你先把他放了他就是个司机,跟他没关系。 说着指了指傅林,我保证他不报警也不会跑。 阿龙回头对同伙说,放开他,别让他跑了。 他又对楚天祥说,让我打一顿,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 楚天祥轻轻活动了一下肩膀,脱下西服放在自己车的前盖子上,问道,你就那么自信。 阿龙宁笑道,打你这种人,不用自信。 阿龙是个舞疯子,从小就喜欢练舞,这次他叫来的都是他的师兄弟,属于一个舞馆的。 话音刚落,阿龙猛地往前踏步,一个左摆拳朝着楚天祥的头部打了过来,楚天祥身子没动,盯着拳头, 眼看拳头距离阿祥的头部还有不到两寸的距离时,阿祥的头往边上一侧, 阿龙的左拳贴着楚天祥的脸部滑了过去。 一招未等用老,阿龙紧跟半步,又全是大力尘的直倒楚天祥胸部,前面是虚招, 目的就是让楚天祥下盘不稳,然后出直拳全力击打楚天祥的胸口。 这一拳一旦打中,肋骨断不断再说,至少楚天祥一时半会儿是站不起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楚天祥见阿龙右手直拳力大凶猛,他猛地右腿往后跨出了一小步, 身子也随之突然向后倒去,上身堪堪躲过阿龙的右手直拳, 楚天祥右脚刚一站稳,借着后退的力量身子猛地转身360度, 左脚一个鞭腿向阿龙头部扫了过去,阿龙躲闪不及正抽在脖子上, 硬生倒下。人,竟然昏过去了。 阿龙的三个同伙当场就蒙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一个照面就被打趴下了,这也太不真实了,这到底是谁打谁啊? 前面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中一狠,从怀里掏出刀子猛地朝楚天祥扑来, 楚天祥迎头往上冲,低头躲过第一个人横切过来的刀锋,随后斜快一步。 这时第一个人横切的刀刚好招数用老,还未来得及收回手臂。 楚天祥挥起右拳在第一个人拿刀的右臂夜窝处自下而上猛的击处。 啊!就听见一声飞人类的嚎叫,那个家伙飞出三米开外, 然后左手抱着右臂,痛苦地打着滚,右臂整个快顶出肩膀了。 惨叫声四郎嚎,后面那个人拿着刀子还举在空中,脚却像钉住了一样, 一动不动,看见同伙满地打滚,惨叫不断,他裤裆湿了一大片,小便失尽了。 楚天祥看都没看剩下的两个人,他招招手对傅林说, 傅哥,过来吧。 傅林木然地走了过来,他也被楚天祥的举动吓坏了, 楚天祥掏出纸巾递给傅林,傅林擦干嘴角的血,瞪大眼睛看着楚天祥, 这个兄弟一下一个,这,这也太凶悍了吧。 楚天祥对着剩下的两个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我打架, 不过既然你们打输了,就有点觉悟吧,我割挨了两个耳光,一个五十万, 明天上午给我送到宾馆,别说找不到我。 说着,他示意傅林上车,刚要关车门, 楚天祥想起了什么,对那两个人喊道, 还有啊,明天再买个手机送过来,等着用。 车一溜烟地开走了,剩下的两个人连忙把地上的两个人抬上汽车, 赶紧往医院开去。 回到宾馆,傅林跟楚天祥来到房间, 他念如地说,天祥,这是得赶紧告诉谭总, 我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谭总再三跟我说要保证你的安全, 我没做到。 楚天祥知道应该是瑞宁四盘上的事, 但他还不确定那几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想了想,说,傅哥,没你的事,别担心, 这事还有出处,一会我给谭叔打个电话, 他不会埋怨你的,放心。 好说歹说,把傅林劝回家了。 楚天祥静坐了一会儿,仔细回想今天发生的事, 阿龙应该是带会长那边的人, 但那个张叔是干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帮着那边说话? 还有平周吴会长干嘛那么大喇叭地说出自己的事, 庄哥应该没问题, 估计他也看不惯那几个人的座位。 楚天祥吕顺完头绪,看看手表, 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太晚了, 明天再给谭叔打电话吧。 很长时间没动过手了,伸手有点慢了, 刚才到横切过来的时候应该反手打他腕骨, 为了保险才打他夜窝的, 回去估计得挨骂,还得抽时间练练, 否则考试不过关师傅要打人的。 楚天祥洗了个澡就休息了, 他是一夜好梦,却有无数人彻夜未眠。 平周最豪华的私人医院, 外科急救室外人满为患, 衣冠楚楚的大佬, 阴歌厌舞的各色女人, 豪横的江湖人士, 将整个走廊装了满满的。 急救室边上一间医生办公室 已经变成顶级大佬们的会议室, 带男生,张叔, 还有几个人坐在临时的会议桌前, 今晚发生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两个岭南富二代被废了, 一个到现在昏迷不醒, 一个右臂上关节粉碎性骨折, 保不住了, 还有一个小便失禁的, 一个小时换了三条裤子, 剩一个眉伤, 就是神志有点不清。 事情都问清楚了, 带家小儿子气不过父亲在瑞宁被坑, 找了几个平时要好的师兄弟, 都是练武的, 准备报复一下对方, 结果被人家来个团灭, 打回去? 可以, 谁去打? 人去多了, 你以为警察吃干饭的, 不坐实你个黑社会, 算我白说。 找能打的, 眼前能打的都在急救式抢救呢。 报警, 你TM的开玩笑, 我们是去打人的, 打不过就去报警, 你还想混吗? 你觉得, 我们现在的名声还不够臭是吧? 老张, 对方就一个人, 你见过, 真的很能打吗? 一个胖胖的大佬问, 能不能打我哪里知道, 但当时看这小子在饭桌上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镇定, 说话滴水不漏。 张叔愁眉苦脸说道, 他的二儿子又必保不住了。 别急, 一会吴会长就到, 他对对方很了解。 戴南生说道, 话音未落, 吴会长推门进来, 开口说, 实在对不起, 晚上喝多了, 见谅了, 见谅了。 老吴, 介绍介绍对方的情况吧, 我们现在是一头雾水, 就这样让一个小孩子欺负到头上, 也不是个事啊。 吴会长坐下后, 沉吟一下, 开口说, 这是一个团队, 大概四五个人, 主要人物来自京城, 他们最近连续拿一些非常好的原料 到广东来, 说是在缅迪安走通了路子, 但我感觉不太像, 这里其中有个叫谭辉的, 跟我侄子关系很好, 他在北京有几家连锁店, 但规模不大, 其他人不太熟。 这个年轻人我见过几回, 印象不深, 不爱说话, 但很懂礼貌。 瑞宁的事明面上没任何问题, 但他们与代会长争那块石头, 应该有一个高手看出来那块料子品质, 那个山西人应该不懂, 画现的是哪个年轻人, 我当时就怀疑那个高手是他, 但不确定, 因为太年轻了。 这次就这个年轻人过来送料子上公盘, 那几个人都没来, 而且他送来的是改口料, 还很多, 品质也非常不错, 这在以前就从来没有过。 众人听完没人说话, 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很简单一件事, 却弄得不可收拾。 找人打回去? 开玩笑, 现在是小辈人打架, 这要家长出面打回去, 打赢打输都没理可讲了。 而且, 瑞宁的事已经告一段落, 这边还不依不饶地纠缠, 你以为那边是吃素的? 大佬们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对方的反击。 吴会长, 能不能让你侄子给那个姓坛的打个电话, 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都不方便。 带男生问, 吴会长沉吟了一下, 答道, 我试试吧, 如果那边怒气不减, 这事就麻烦了。 老坛身体不好, 所以早早就休息了。 后半夜两点多, 他的电话猛地响起, 他懒懒地不想接, 但倔强地电话响个不停, 他朦朦胧胧拿起电话一看, 立马惊醒了, 平周魏画的电话, 两个人是朋友不假, 但从来没有半夜打过电话。 老坛静了净神, 打开电话张口说道, 老魏, 出了什么事, 你半夜给我打电话? 唐辉心里有一丝丝期盼, 魏画千万别说出楚天祥的名字, 就听电话里说, 老坛, 实在对不起, 你那个侄子出了点事, 带会长家的公子, 带着几个人堵住了你那个侄子, 魏画还没说完, 唐辉大骂道, 魏画, 你TM的是不是朋友, 我再三告诉你, 照顾一下楚天祥, 你就是这么照顾的。 他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年轻人, 什么都不懂, 你就不会派个人跟着, 你缺那两个钱啊, 你还是我老坛的朋友不, 我这么多年求过你什么, 就这么一件事, 你还给我半杂了, 我没你这个朋友。 不等解释, 老坛趴地放下电话, 想了想, 又拿起电话给楚天祥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 没人接, 再打, 还是没人接, 老坛心真慌了, 他转头给傅林打过去, 不在服务区, 老坛抓瞎了。 这时, 电话又响了, 他拿起电话一看, 还是卫化的, 没办法, 其他人都联系不上, 还得接。 唐辉接通电话, 没好气地说, 有事赶紧说, 我这忙着啊。 卫化陪笑着说, 老坛, 我长话短说, 你那个侄子, 把大会长的小儿子, 阅历勿留张总的二儿子打住院了, 都是重伤, 还有两个也有问题了, 你侄子没事。 唐辉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没听明白, 到底是谁打谁啊。 唐辉缓和了一下语气, 对卫化说, 老卫, 你慢点说, 说详细点, 那边的人, 我都联系不上。 卫化见唐辉的语气有缓, 一五一时的, 就把晚上发生的事, 说给唐辉听, 唐辉蒙了。 楚天祥这孩子怎么这么高的武力值, 一达四, 两个重伤两个轻伤, 关键是, 自己还没事, 谢天谢地啊。 唐辉问卫化打电话什么意思, 卫化说, 带家的小儿子现在昏迷不醒, 已经三个小时了, 张总的儿子又臂整个废掉了, 上臂关节被打得粉碎, 没有任何一好的可能。 花林李总的儿子小便失禁, 是吓得, 还有一个神志不太轻, 不过没太大问题。 听那两个轻伤的说, 楚天祥连根汗毛都没伤着, 临走还要一百万补偿金, 明天上午就得送过去。 那边几家主事的人想跟你们谈谈, 看看怎么处理善后, 而且两个重伤的总得有个说法。 谭总想了想, 对卫化说, 一百万先给了吧, 别再出什么事, 明天一早我赶去平州, 下午能到, 到时候再说吧, 我得跟其他几个人商量一下。 撂下电话, 谭辉思考了一下, 开始给戴东打电话。 电话接听, 就听见里边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戴东的私生活和他老谭永远没有交集。 谭辉大声对着电话说, 有急事, 找个清静的地方。 一会儿, 音乐声没了, 戴东问, 你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指定没好事。 谭辉说, 别管你有什么事, 明天一早第一个航班, 去平州, 你宝贝侄子把人打了, 不过他没事。 戴东随嘴就说, 打就打了, 只要天翔没事就行, 这是你处理不了。 两个富二代被打残了, 两个吓傻了, 你说, 我能处理得了。 谭辉说, 听见戴东在那面哈哈大笑起来, 行, 好小子, 有我当年的风采。 谭辉懒得跟戴东磨叽, 直接说, 明天第一趟航班, 我等你, 老陈张希, 你愿意带着也行。 第二天一早, 谭辉在机场等到了陈胖子, 戴东没来, 张希出国了。 早晨八点多, 楚天祥就醒了, 虽说人在广东, 生物中却还是瑞宁的作息时间, 洗漱完毕, 准备去吃早餐, 开门就看见傅林站在走廊上, 他连忙问, 傅哥, 你来了, 怎么不敲门啊? 傅林一夜没睡好, 思前想后都是地雷, 早早来到宾馆, 就想打听一下谭总对他的意见, 这份工作他还是很在意的。 没事, 我也是刚来, 对了, 昨天你给谭总打电话了吗? 太晚了, 我就没打呀。 听到昨晚楚天祥没给谭总打电话, 傅林急了, 催着楚天祥给谭总打个电话, 结果关机, 楚天祥看着傅哥真有点着急, 就又给带东打, 没人接, 打沉正生的, 也是关机。 两人一头雾水地来到餐厅吃饭, 傅林现在是真佩服楚天祥, 昨天那种场合, 一般人没被打死也会被吓死, 楚天祥却行云流水般的一拳一脚解决了问题。 想着今天没事, 就等着明天攻盘了, 两人也就不紧不慢地喝起了早茶。 临近十点的时候, 魏化来了, 楚天祥见到魏化, 马上就站了起来, 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魏化来的时候, 就怕楚天祥不给他面子, 但还不得不来, 表叔吴会长对这事很积极, 现在见楚天祥对他很尊重, 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儿。 他坐下后, 从手包里掏出一个包装完整的手机放在桌上, 随口说, 每个手机也不方便。 楚天祥对傅林说, 傅哥, 赶紧去办个电话卡, 怕一会谭叔打电话找你。 傅林答应一声, 赶紧拿过手机, 起身走了。 魏化对楚天祥说, 那几个人都在医院住着, 他们家里问你有什么要求, 毕竟是他们先挑的事。 楚天祥说道, 条件我都提完了, 就看他们怎么做了。 我是大山里出来的, 我是按大山里的规矩跟他们谈, 打输了就得认命, 古时候沙村破债的事多了, 如果不服, 让他们找人打回来。 听到这话魏化心里有了底, 他回头朝门口挥了一下手, 不一会儿, 一个人拿着个皮箱走了过来, 放在魏化的脚边, 放好后, 向二人攻了一下身, 转头出去了。 魏化说, 一百万在这里了, 天祥, 你查收一下, 还有我给谭总打电话了, 他今天中午赶到平州来。 楚天祥这才明白, 谭叔叔的电话为什么关机, 他说, 魏总, 您跟我谭叔是朋友, 我也开诚不公跟您说, 昨晚我是气不公, 那几个人上来就别我们的车, 差一点点就撞上了, 还下车打了副歌, 不但说话猖狂, 而且对我还下死手, 刀子都用上了, 如果不是, 我会点功夫, 现在躺在医院的就是我了, 既然您出面了, 那后续的事, 就跟我谭叔谈吧。 我没意见。 魏化心道, 这是会点功夫吗? 别开玩笑了, 那几个练武都快练疯了, 仗着家里有钱, 什么事都不干, 就是一门新式练武, 地下舞场都下过, 哪个也不是白给的, 三五个人进不得身, 怎么到你这里, 就像纸糊的了。 见楚天祥不再追究, 魏化心情大好, 他来的目的就是在老谭来之前, 压住楚天祥的怒气, 否则这是处理起来很麻烦。 又聊了一会儿, 魏化告辞走了, 楚天祥等到傅林回来, 两个人一起回了房间, 刚一进门, 唐辉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问他住在哪里。 过了四十分钟, 唐辉和陈正生走进了楚天祥的房间。 楚天祥和傅林连忙跟二人打招呼, 唐辉一脸正色说, 谈谈吧, 事情怎么发生的。 楚天祥就把昨天晚宴上的事叙述了一遍, 然后又把对方堵车, 打傅林的事一五一时地说给两位叔叔听, 傅林又补充讲了讲。 唐辉对傅林说,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先回去, 如果对方有人找你, 就给我打电话。 傅林起身要走, 楚天祥连忙说, 傅哥, 把那个手提箱拿走。 傅林摇摇头, 转身就走了。 唐辉问楚天祥, 什么手提箱? 楚天祥答道, 魏总上午送过来的一百万, 我答应几副哥的。 陈正生说道, 这是天祥决定的, 老谭你别管。 唐辉想了想说, 有点多了, 但天祥决定了, 还是给他吧。 他又对陈正生问道, 下面怎么处理, 我可没经历过这些事。 陈正生笑着说, 还能怎么办? 谈呗。 怎么谈? 陈正生问楚天祥, 你还有什么要求? 看阿祥摇了摇头。 陈正生道, 那好,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这回对方损失有点大, 你想啊, 人都给打残了, 表面上是该我们赔偿对方医药费, 可这是我们站里啊。 他们吃亏了, 可他们又不敢报警, 如果他们报警, 警察一介入, 说不定会扯出其他的事, 孰轻孰众, 他们算得很轻, 所以, 这次的事, 我想他们只能失任了。 这就完了。 谭辉问, 不完还能怎么地? 他们不想打了, 否则就不会送那一百万过来。 如果大佬大在的话, 就会让那几家企业关几天门, 真要是那样做了, 也就是能多要点钱出来, 问题是, 咱们不缺钱啊。 几个人都笑了。 陈正生问楚天祥, 你的功夫怎么这么厉害, 一拳一脚就放倒了两个, 剩下两个, 还都吓傻了。 楚天祥不好意思地说, 我师父教我的都是战场上的杀人招数, 招招要人命。 小时候我拿懂这些, 跟着师父学了几套拳法腿法, 练熟之后, 师父把每一招都分解开。 每一招怎么用, 什么条件下用, 看对手什么反应, 下一招怎么追击, 小时候不懂。 长大后才发觉, 我没法跟人打架, 出手太重, 招招都往腰害上打。 脑子里形成的惯性思维 和肌肉形成的记忆改不了, 习惯了。 昨晚第二个人, 我出手就慢了, 可能有点紧张的原因, 他挥刀横切的时候, 我就该打他腕骨, 让他手软抓不住刀子, 然后空中接刀, 往侧前方迈一步, 在准备对付第二个人的时候, 反手把刀子插第一个人的后背上, 让他立即丧失战斗力。 楚天祥又回到他擅长的领域了, 说着说着, 还站起来掩饰了一番。 陈正生和唐辉听得目瞪口呆, 心想那个不起眼的干瘦老头, 都教了天祥什么呀。 这孩子平时温文尔雅, 不多话懂礼貌, 怎么打起架来, 这么不要命, 打到两个也就算了。 你武力直高没办法, 但吓傻两个就有问题了, 当时现场得多诡异多恐怖, 才把人吓到那个程度。 唐辉说, 天祥, 会功夫是好事, 但千万别滥用, 能不出手, 尽量别出手。 楚天祥点了点头, 陈胖子却不以为然。 唐辉拿起电话给魏华打了过去, 约好见面地点, 他和陈正生站了起来准备出门, 俩人刚走到门口。 楚天祥突然说, 告诉他们, 那个昏迷的阿龙, 我能叫醒他, 其他人我没办法。 两人答应一声就走了。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 楚天祥接到谭叔的电话, 让他到宾馆门口等傅林开车, 接他去医院。 楚天祥来到宾馆门口, 不到五分钟傅林开车过来了, 楚天祥刚坐稳, 傅林就问, 天祥,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应该没事了, 谭叔和陈叔去处理了, 这是让我去把那个昏迷的整醒, 长时间昏迷, 脑子会出问题的。 那就是双方谈妥了? 应该是。 天祥, 当哥哥是真佩服你, 就那一拳一脚, 我回去模拟了一下, 一个动作都做不下来。 楚天祥笑了, 说, 傅哥, 我不到十岁就练舞, 光马步就扎了五六年, 动作看似简单, 一般人还真做不了, 而且越简单的动作, 越难把握, 但使用起来, 威力越大。 傅林又说, 平周传遍了昨晚的事, 说什么的都有, 嚷嚷报仇的也有不少。 叫得狗不咬人, 别理他们。 到了医院门口就见谭辉, 陈正生和几个人站在那里, 楚天祥下车, 连忙向几个人打招呼, 带男生也在人群中, 毕竟是给他弟弟智商, 不好不出面, 楚天祥微微低了一下身子, 对带男生说, 带总, 不好意思, 我年轻, 出手没个轻重, 请您原谅。 带男生只好回答道, 都是我弟弟惹的祸, 他是旧游自取, 这还得麻烦兄弟你给看看, 他这么老不行, 也是麻烦。 几个人来到急救室门外, 走廊的凳子上, 坐着几个人, 看见楚天祥他们走了过来, 全都站了起来, 其中一个四十多岁, 恐无有力的汉子目光, 紧紧盯着楚天祥, 没说话。 走进抢救室, 医生护士美感之声, 楚天祥来到阿龙的病床前, 只见阿龙紧闭双眼, 对外界动静一点没有反应, 但呼吸倒也顺畅, 插着的心电仪也正常, 不过他已经昏迷十几个小时了, 再长点时间, 脑子就要受损伤, 楚天祥拿起阿龙的手, 使劲握了一下, 没痛感。 楚天祥走到床尾, 掀开被子, 抬起阿龙的左脚, 回头对身后的人说, 请往后站站。 话音刚落, 只见楚天祥挥起右拳, 直接打在阿龙的左脚脚心上。 砰的一声, 随后就是啊的一声。 阿龙醒了。 这, 这就醒了。 楚天祥回头对戴南生说, 戴总, 人醒了, 下面就得看医生的了, 我先回去了。 唐辉说, 我们一起回去吧。 几个人一起向戴南生告辞。 戴南生让人把唐辉, 陈正生几人公送到楼下, 刚下楼, 那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就走了过来, 对楚天祥说, 你很能打, 我想跟你打一场。 楚天祥问道, 你谁啊, 我认识你吗? 唐辉燕反道, 打什么打, 哪那么多事?